史料中没有香飞的记载 这是否意味着所谓香飞只是杜撰而已 如果香飞的确存在 那真实的香飞又会是谁 有人说新疆喀什的香飞墓只是一个衣冠种 那真实的香飞究竟葬在哪呢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史料当中并没有关于香飞的记载 倒是后来有人发现 在1914年面试的这幅香飞荣装像一起 其实还有一个专门的附录标题叫做 香飞荣装像原副势略 里边说香飞者回不王妃也 美姿色生而体有一香不假勋目 国人浩之约香飞 因为这一点有关专家在研究后一致公认 香飞就是荣飞 为什么呢 因为在青史稿后飞传当中 关于荣飞有这么一段记载 荣飞何卓是出入宫 好贵人累进为飞 在史料的记载来看 乾隆年间唯一来自 可一部佛作家族的荣飞 与传说中的香飞的机关和租宿 完全相同 香飞就是荣飞 无疑 那么荣飞既然也被称作为香飞 他身体的香味又是从哪来的呢 专家认为所谓香飞的体香可能不是传说当中说的天生的 而应该和维吾尔族人的生活有关 荣飞是新疆喀什人 喀什地处南疆 这里日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 花草肥美 瓜果香甜 这里的维吾尔族人家里边几乎没有一丝的空地 全部都种满了花草 荣飞在这里长大 从护肤护发沐浴装扮 用的可全是纯天然的鲜花呀 从头到脚都是鲜花的滋养 你说能不香吗 再说了 荣飞虽然进了宫 可是他娘家人每年都给他送来一种独特的花 也就是沙枣树花 所以荣飞香气撩人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说到荣飞进宫 史书上的说法 跟传说中的可就不一样了 原来荣飞家族世代是新疆的贵族 乾隆二十三年平定大小合作叛乱 荣飞一家因为平叛有功 进京受风 荣飞的哥哥呢 就把美丽聪慧的妹妹带到了京城 献给了乾隆皇帝 据说当时乾隆看到之后 哇 世间竟有如此美丽之女子 惊喜交加呀 当场就给封为了贵人 这是荣飞进宫 而进宫之后呢 荣飞的生活 那可就比传说中的香飞 那不知道要幸福多少倍了 首先是皇太后喜欢她 相传荣飞入宫那年 宫里从南方移栽的荔枝树 竟然结果子出荔枝了 足足出了二百多颗 当时大家一致认为 这是荣飞带来的祥瑞 由此荣飞深得皇太后的喜爱 而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呢 长相俊俏 充满着抑郁风情的新疆女子 那自然也比其他的嫔妃 多了更大的神秘色彩 和女人的魅力 都给了些什么待遇呢 最主要的是提拔 荣飞 当时还不是荣飞 当时这个新疆姑娘 入宫不到两年 她就生为了荣品 从贵人到荣品 又过了六年 晋升为荣飞 也许是因为提有一香 人们就更习惯的将荣飞称之为香飞 至于在生活上呢 乾隆对荣飞更是宠得很 比如说准备个回族的厨师 因为他们是有穆斯林的饮食习惯 还有皇宫里边也可以穿民族服装 反正什么都依着荣飞吧 如今北京有一个叫做牛街的地方 也叫回回营 据说这条街的来历就和香飞有关 在千里送香飞的途中 这些个护送的人呢 就和善良美丽的香飞 有了深厚的情感 那怎么办呢 玄龙就说了 你们作为香飞的娘家人 那就不用回去了 就住这儿 香飞想家的时候呢 也是一到你们这儿来走一走 于是呢 他们就就地建起了清真寺 繁衍生息 也就有了今天的牛街 而据说呀 荣飞在他的宫廷生活期间 他把维吾尔族的民族音乐和舞蹈 带进了宫廷 在宫廷里边大为提唱和传播 这对西域和中原音乐舞蹈艺术的进一步融合 对我国近代歌舞的形成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真实的版本里边 所谓的香飞 也就是荣飞 他是怎么死的呢 病死的 55岁的时候 他在北京病故 不过 这位香飞死后 却留下了一个长达近200年的谜团 那就是 他究竟葬在哪里呢 民间一直说法不一 有人说他的遗体葬在了新疆的喀什 葬回故乡了 其能皇帝按照他的遗愿 用里边里坐车轿 把他的遗体护送到了此地 当时是盼了124个人 三点多的时间 才把他遗体从北京护送到此地下葬 然而也有人说 喀什的香飞墓其实只是一关中 或者说 他是当地族人们的一种愿望 一种寄托 毕竟香飞是他们的骄傲 大家想以此表达对他的更多的思念 那么真实的香飞到底葬在哪呢 后来啊 一次偶然的发现 这个谜在河北尊化的青东陵里边给解开了 那是1979年10月 当时青东陵墓正在进行维修 可是突然有人发现一个妃子墓上有个洞 什么洞呢 很明显 那是盗墓者留下的 没办法 那就把这个墓挖开重修吧 可就在发掘过程当中 研究人员发现在官果的正面已经两侧残留着一些手写的伊斯兰文字 而这段文字清晰的表明了牧师主人的身份 他就是荣飞 也就是传说当中的香飞 在随后的全面清理地工的过程当中 又陆续发现了一些遗物和随葬品 特别是吉祥茂和发便 明确说明荣飞是按照满族风俗入葬的 因为清朝的时候啊 不分男女在穿戴朝帽时都要书上长遍 但是为了照顾荣飞的宗教信仰 下葬的时候只用了果而没有用官 所有这些都说明荣飞葬在了青东陵 香飞 一个来自遥远边疆的美丽传奇 虽然关于它的故事与传说有着很多不同的版本 但是每一个版本都透着善良勇敢和奸证 历史上真实的香飞 这些美丽而贤达 关于它的故事更是民族和睦史上的假话